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烟台以上市公司高管鲍某名涉嫌性侵未成年养女引起巨大争议 儿童送养的话题也引起关注 腾讯QQ安全中心官方微博发布公告称 街道用户举报有人利用QQ群组进行儿童送养违法犯罪活动 对此QQ安全中心第一时间对举报信息进行核实 确认后已对相关账号及QQ群组进行了封庭处理 而就在前一天知乎平台也就媒体报道 平台上有用户发布儿童送养信息仪式做出了回应 4月13号下午知乎平台官方账号表示 知乎平台监测到个别用户在站内发布送养等可疑信息 目前平台已对相关违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清理 并对相关账号进行永久封庭处置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私自签订收养协议是违法的也是无效的